在这个碎片化的年代 短暂往往却能抓住人们长久的注意力 比如短视频 它充分利用大众的情绪化和焦虑感 以很短的时间碎片组合 锁定了人们很长的闲暇 所以要持久地获取大众的关注 无疑是很难的 对于内娱的综艺领域也是如此 它除了要与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的热搜 话题 流量紧密联系 还要有足够的燃点 爆点 与随着时间推移而深入的场景 芒果台的S 加吉 殷宗 披荆斩吉的哥哥 无疑是各中的典范 在顺势而为毫无尬点的先导片 与单刀直入直击人心的出舞台后 P哥三的一宫舞台又炸裂登场了 32位哥哥分成8个部落 献出了8个精彩分成的一宫舞台表演 在一宫的舞台上 各位哥哥都充分地展示出对舞台的渴望 对自我可能性的释放 在内卷中又流露出惺惺相惜 整个舞台叙事的过程 干净利落 潇洒不羁 柔中带刚 有情有义 最终 路易领衔的没时间后悔 董宝石领衔的上山下 获得上下半场的投名 全员晋级安全地带 而郑佳颖与许少阳 虽然在歌曲《麻雀》的表演中尽力 但也难挽狂澜 最终因个人喜爱度垫底而遭淘汰 在个人喜爱度排名再次更新后 一些肉眼可见的变化正在发生中 在大众关注度最高的前三名中 除了名次降了一位 但仍然是本季批哥C位的最有力争夺者 排名第二的林志颖外 上升两个名次 排名第一的王耀庆 与同样上升两个名次 排名第三的马伯谦 在个人喜爱度的排名 多少有点令人意外 王耀庆与马伯谦 都是批哥三的代言人 因此 对他们有所倾斜 也不难理解 虽然在节目的花絮中 能够看出受伤的王耀庆的态度与努力度 飘移这首歌的尽头感与叙事感也颇为强烈 但王耀庆毕竟不是专业的歌手出身 因此 他的表现似乎也并非无可挑剔 与国民舅舅相比 马伯谦的国民度就明显低出许多 他的说唱能力虽然不弱 但即使在说唱圈 他也并非特别出圈的选手 因此 在出舞台排名第五后 他又再度上升到第三的名次 还拿下了仅有的两个MVP中的一个 确实令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在个人喜爱度下跌的歌手中 陈楚生断崖式下跌九个名次 游出舞台的第四 一下子跌到了第十三 令人颇感迷惑 原因在于 他的一共舞台表演完成度高 整体流畅而无明显瑕疵 展现了很强的实力 另外 就是场外人气超高的徐良 在一共后依然在垫底的边缘 这悖论式的反差也颇为令人玩味 据悉 徐良将于二宫被淘汰 因为来本家节目的哥哥们 大多是一些已经拥有知名度的艺人 所以肯定会有很多喜欢他们的粉丝 都来看节目 可在第三季第一期的节目中 蔡国庆在出舞台表演结束后人气不错 结果在第一次公演想要选择表演队伍的时候 却遇到了问题 这引起了很多争议 披荆斩棘的哥哥 第三季的第一期已经在近日播出 哥哥们都是在娱乐圈有很多年经验 以及很高威望的艺人 比如像蔡国庆 陆毅等艺人 令人最期待的也就是哥哥们出舞台的表演 因为这是在没有节目组的安排下 就自己练习多日的成果 也是让很多人了解哥哥们舞台实力的一个机会 因为参加这档节目的很多人 在平常都已经有了很多的舞台经验 所以她的表现自然也不会令人失望 而蔡国庆作为家喻户晓的歌手 她一年中有265个日出 我送你365个祝福 这句话几乎人人都会唱 她的每首歌曲传唱度都很高 而蔡国庆的出舞台表演结束之后 她的名次在所有哥哥当中排名中上等 因为第一次舞台公演 需要每名艺人根据自己的意愿 选择想要表演的舞台 而排名在前面的人 能够获得优先选择的机会 到了蔡国庆选择表演舞台的时候 却出现了问题 因为蔡国庆的名次其实还算是靠前 在等到她选择的时候 她本来想选择王耀庆所在的飘移团队 其实在选择之前 蔡国庆就一直盘算好了 要和王耀庆在一起表演 因为在此之前 蔡国庆就一直和王耀庆是熟识 两人之前也在参加过同一档综艺节目 在里面配合得很默契 但当蔡国庆走到王耀庆身边的时候 可以看见王耀庆有意躲避蔡国庆的眼神 当作是没看见一样 我想这时候的蔡国庆已经知道 王耀庆不希望自己和她一个队伍 从蔡国庆的表情中 就可以看到她当时有多么的尴尬 可在一旁的王耀庆还在说 哥 你如果要选无数就炸了 舞台效果彻底炸了 不仅如此 王耀庆在说完这句话后 还一直给胡彦斌传递眼神信号 胡彦斌在看到眼色后 也立刻表示蔡国庆应该选无数这首歌 因为她们组合起来一定会非常好 接着陆毅也在一旁起哄说 蔡国庆应该到无数这组 陆毅在说完这句话后 其他人也纷纷开始来旁边 你一言与我一语地调侃起来 都在让蔡国庆去到别人的队伍 不要和自己在一个队伍 蔡国庆自己当时本身就已经有些不知所措了 但其他艺人还在旁边激烈地讨论着 蔡国庆应该去那个队伍的事情 此时的蔡国庆为了不受旁边人的干扰 只好将耳朵捂起来 这样才可以静下来 思考自己到底选择哪个队伍 最终蔡国庆选择到了无数这组 这组里面本应该需要四个人 而已经有余浩鸣 张远和陈楚生选择了这首歌曲 剩下的一个位置就被蔡国庆选择了 其实这次批歌的节目组 是有意将快男里面的四个人安排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王月新 但因为他的排名靠后 所以只能去选其他人的队伍了 经过一波三折 最终蔡国庆终于选择到了 也算是比较心仪的曲目 但这个选择的过程却并不愉快 同时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的一些艺人 在对待一些前辈或者与自己同辈的艺人时 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态度 其实在看一些综艺的时候 尤其是一些真人秀 总是看到一些刚出道的艺人 对于娱乐圈的前辈 或者比自己出道早一点的哥哥姐姐 他们总是很有礼貌地打招呼 并且小心翼翼地与他们相处 可在这档节目中 我们却看到了截然相反的态度 因为蔡国庆已经出道多年 是娱乐圈的老前辈 可是在选歌的时候 一些人的态度明显有问题 其实不论是在娱乐圈还是在其他领域 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过程中 最应该注意的就是应该学会尊重他人 如果自己不愿意做某些事情 可以明确地拒绝 不要做出一些不尊重别人的事情 因为这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也会让别人觉得 这个人不懂得基本的礼仪 不用说 马伯谦明摆着就是自然卡 30岁都没有 居然能参加披荆斩棘 节目组干脆邀请00后的小鲜肉上算了 既然规定30岁以上的男艺人 才能参加节目 那就应该严格按照这条标准执行 邀请一个30岁不到的男艺人 是几个意思 邀请也就邀请了 关键是节目组各种硬碰 真当观众是傻子吗 都说明日之子 只出了一个毛不易 其他选手包括周震南 廖俊涛以及马伯谦 事实证明 他们都无法在乐坛站稳脚跟 就说马伯谦 当初毛不易是第一名 他是第二名 不过他这个第二名 跟毛不易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人气就不说了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马伯谦是谁 作品方面更是欠缺 一首出圈的代表作都没有 即便如此 他被节目组捧得高高在上 让人很不舒服 30岁不到参加披荆斩集 出舞台个人喜爱度排名第五 第一场公演 个人喜爱度又是第三名 并再次拿到MVP 节目组捧得是不是过于明显了 以马伯谦的人气 他能拿到这么高的个人喜爱度吗 而在QQ音乐助力专区 马伯谦的阅历值少得可怜 别人都是几十万 他只有几万 这说明什么 恐怕不言而喻了吧 节目组公布的个人喜爱度 完全不可信 想让谁第一谁就是第一 想让谁垫底 谁就垫底 看到节目组硬捧马伯谦 我感到特别生气 稍微捧一捧就算了 可接二连三的捧 关键是捧得这么明显 简直就是侮辱观众智商 真当观众看不出来吗 也因此 马伯谦被网友们称为 本季节目最大皇族 有人感到好奇 马伯谦到底何许人也 节目组为什么如此抬举他呢 这不搜不知道 一搜吓一跳 人家果然出身不凡 节目组捧他一点不奇怪 原来马伯谦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 他爸爸是马清韵 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 是美国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首位华人院长 爸爸不简单 妈妈李守宁同样不是一般人 也毕业于清华建筑系 而马伯谦的外婆 居然是八一女子篮球队队员 外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女排教练 瞧瞧这一大家子 没有一个普通人全都是精英人士 现在你应该知道节目组为什么如此抬举马伯谦了吧 就以他的出身 节目组不得不捧 要我说 马伯谦出身这么好 为什么不回家继承家业呢 如果我是他 我压根瞧不上娱乐圈那碗饭 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富二代不好吗 为什么非要在娱乐圈当一个小透明 图什么呢